霸坐新姿势,女子列车上拖鞋,躺一排临坐乘客无奈站旁边功德心,近日网上流出一段视频画面,显示一名女子列车上,拖鞋还躺了一排座位,并把脚灯在车厢壁上,还不时把脚放在前排座背上前排乘客只好无奈地站在座位旁边。 视频内容引起网友议论,有网友谴责这样太没素质也太没功德心必须曝光,很多网友看到这样的举动之后纷纷留言,表示,at山音路的夏天广大网友顶上去,让她的父母,老公,子女,同事都看到共同教育这不受规矩,不受功德的女人。 另外,我想知道,车上的城景,是干什么的你们每天训练,微笑服务,遇见事情的时候,怎么都没有人现身啊,at山上,这都是惩罚太轻导致的后果。 如果一开始发现高铁上的不文明现象,有关部门能从严,从众处理,这样的现象还能发生,那每次出事的时候都表示自己后悔,了然后就争取从轻处罚。 后面的人就会不断地重复效仿。